香港自特首林鄭月娥4號推出禁蒙面法以來 引發香港市民的不滿 持續上街抗爭 8號 林鄭月娥表示 不排出向北京請求干預 已結束抗議活動 而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說 如果香港出現不好的結局 美中兩國將很難達成貿易協議 10月4號 香港特首推出禁蒙面法 港府宣稱希望蒙面法起到嚇阻作用 中共港澳辦及官媒隨即表態支持 蒙面法實施後4號到7號 港府拒補了至少241人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楊月橋認為 蒙面法既不治標也不治本 只會引起更多香港市民的不滿 只有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才能結束示威 英國外將蘭桃文也表示 香港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是政治對話 6號 在銅鑼灣 很多遊行民眾都戴著口罩或面罩 抗議香港政府推行禁蒙面法 在遊行開始不久 警方就要求民眾結散 並不斷發射催淚彈 驅散民眾 當日在香港九龍區也舉行了反惡法大遊行 也有民眾用蠟燭排出FreeHK自由香港字樣 接力點亮 對最近的民主抗議活動的傷亡者表示哀悼 禁蒙面法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 連續幾天以來 全港18區爆發一波接一波的抗議浪潮 8號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 譴責示威者的抗議行動 並表示 不排除向北京政府請求干預香港問題 已結束持續了近四個月的抗議活動 前一天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時 針對香港問題表示 中方應該和平地回應正在進行的香港抗議活動 他還重申了自己支持香港民眾追求自由、民主的主張 並希望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能與香港的抗議者會面 和平解決問題 在海外 美國華府、舊金山以及加拿大溫哥華等地 舉辦了集體寫信給議員走上街頭抗議額服等活動 支持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結束中共獨裁統治 華府專家認為 對於港府強推緊蒙面法 自由世界應對中共更加警覺 香港的示威活動進入新階段 近來主題上升為天滅中共 民主的規則 民主的規則